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 这一节是环球追踪 我黄雪盈同大家跟进 隔晚欧美股市的最新情况 美股各别发展 美国经济数据以及蓝筹业绩参赐 都打击投资者的入市信心 主要指数低害 其后油价偏远 能源板块手压 标普500指数都下跌超过1% 挨近8% 2% 而受到拼购消息大动科技股的表现 相对较好 杜瓊斯指数逐年创收市新高后 反复回落 全日高低点数波幅达到82点 收市下跌10点 收报18214点 纳斯特克指数升20点 收市报4987点 升幅0.4% 而标普500指数跌3点 收市报2110点 跌幅0.2% 接着看看数据方面的情况 美国劳工部公布 1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下跌0.1% 而市场预期是下跌0.1% 不过而按月去看的话 就下跌了0.7% 亦都是连续三个月的下跌 主要都是受到油价下跌的影响 看回市场预期是下跌0.6% 去回12月份去看 就下跌0.3% 而美国劳工部也公布了 就是美国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截至到2月21日的一星期 人数已经去到31.3万人 按星期计增加了3.1万人 预期去到29万人 而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去到2月14日的一个星期 看到去到240.1万人 按星期计减少了2.1万人 市场预期有239万人 而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造价普遍是下跌 汇控制合港元 较本港收市价下跌0.46% 收报在69.58% 至于中移动下跌0.52% 收报106.44% 而中海油上下跌超过1% 中石油都是下跌超过1% 中海油收报10.99% 中石化收报6.46% 至于中联通和中人秀都上升 不超过1% 中联通收报12.88% 中人秀收报33.12% 至于中石油下跌超过1% 收报8.94% 欧洲股市方面普遍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报6949点 升14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 升116点 收报11327点 至于巴黎Cat指数 升28点 收报4910点 商品价格方面 有价格大幅回落 美国的数据显示 上星期原有库存增加840万桶 反映美国原有库存量不断增加 加上美元匯价呈强 都加深了美国原有库存上升的打击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48.17美元 下跌2.82美元 跌幅超过5% 至于伦敦布兰特旗油的跌幅就相对较小 主要是因为市场预期 全球原有需求将会改善 以及由于利比亚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因素 将会影响供应 都限制了伦敦布兰特旗油的跌幅 收市报在60.05美元一桶 下跌1.58美元 跌幅是挨近3% 至于今价是上升的 美国公布一月份内用品订单 按月增长2.8% 数据都表现是较预期理想的 亦都反映企业投资又改善的情况 带动美元上升 今价亦都是收窄它的升幅 纽约期今收市报每盐是1,210.1美元 上升8.6美元 升幅是0.7% 美元匯价 美元兑港元7.7555 日元119.294 欧元1.1212 英镑1.5425 瑞士化囊0.9532 家元1.2497 欧元0.7811 樓元0.7546 美国国庫债券10年期债券2.02厘 30年期债券2.62厘 外围的情况就跟进到这里了 以下的时间交给你阿玛 谢谢雪盈 先介绍我身边的嘉宾 就是我们研究部的经理直 邀辉和我们讲讲外围方面的情况 Stanley早晨 你好 刚才听到外围昨晚的焦点 都是由价格向下 另外提到就是美国方面的经济数据 情况都比较参差一点 公布了几项的数据 包括上周初申领失业救济根人数 较为预期为之多 上月的CPI按月来说跌了0.7% 跌幅来说都比预期为之大 内容品上个月方面的数据 看到升幅就会较为之大 其实这些数据 你觉得美国方面 整个宏观的情况有没有好转度 基本上这些数据真的很参差 其实你会看近期来计算 基本上可能之前的情况就比较好一点 但是近期看一些企业的业绩也好 甚至你可以说在今次的CPI也好 都真的比较弱的 不过这个也可以解释 因为事实上 如果你看回他们核心的通胀 都比较温和 而今次的大跌 可能最主要都是因为 能源格格有个比较大的波动 特别就是油价方面 至于新申领的 即月价根人数方面来计算 这个参加性是有 不过相比之下 就未至于可能很重要 但是怎样都好 我想这些数据 都可能令到就是 就是耶伦在回来之后 究竟何时 有一个何时开始的加息的部署 都能有一些参考性 但是以当前的形势上去看 其实我也觉得 短期加息的机会 都真的不大 就是最快可能有很多的预测 都说可能是 六月到初 可能会有加息开始的行动 但是我会这样看的 今年里面 今年里面 基本上我想 加息的机会就一定存在 不过就是说 究竟加多少呢 这个我觉得事实上有些共识 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就是说 即使你加息也好 你那个的部罚 其实是会很缓慢 即是可能你加息一次之后 和你加第二次 可能已经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甚至乎 如果假设欧洲的情况 还是不乐观的 全球的经济状况 都不明朗的话 我觉得你说 就是说美国加息那个时间 可能会中一步延后 事实上 你看到很多的企业业绩 或者这样说 现在叫做强美言之下 基本上 对很多企业本身 特别是 可有比较多业务的企业本身 未必是一件好事 而且你会见到很多的公司 就可能是 很多国际性的机构 很多的公司 都基本上 要将他们的厂房 可能搬迁回到美国 因为那个庭本太高 这可能是造成很多 其他不同的影响 所以暂时来说 你可以说 数据上是真的差的 甚至乎 这些数据 我想最大的影响 都影响了 那个叫做 息口的变化 但是暂时来看 我觉得 你说真的 加息的机会 似乎现在真的不算很高 好 那么美国的情况 先跟进到这里 稍后回来 继续开市金浪的环节 和Stanley 跟进了 就是国际油价方面的走势 我们在行指方面 现在里刻跌3点 做24,898点 国企指数向下19点 做12,208点 内地方面 三大指数暂时有得升 升幅不超过0.2% 上证现在升3点 做3,302点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开市金浪的环节